好啦,那還是要例行請問一下為什麼你們要接 因為我剛才跟哲聖亮 我發現黃氏兄弟超忙的 那為什麼要接走中獎的委員 這是你決定的嗎? 你們兩個分別 大部分是我做最後的決定 但是我會聽取主管跟弟弟微微的意見 10%吧之類的 沒有 就聽進去而已 是啊,就聽好了 那就來做決定 其實我一直希望說走中獎可以成為 類似三金的東西 類似三金的指標 就讓這些次媒體Youtuber們 有個地方可以發揮他們自己的舞台 可是為什麼是需要被肯定嗎? 你們自己的經驗是什麼? 我覺得 這個獎一定是需要大家一起可能 好好去完善他的制度 這樣才會越來越多人願意去投放影片進去 比如說像 你舉行是什麼? 我嗎?你先講完,我只是說我等一下有話說 OK 譬如說我們可能因為我們從第幾屆 第一屆還是第二屆開始參與嘛 第一屆是他們搞笑的嗎? 對,第一屆是搞笑的那沒有 那第二屆開始 然後或許是可以讓這個獎項 然後越來越多人認同他吧? 我就是認可他吧 但前提之下 就是因為 可能大家會有時候都覺得說 好像制度不明確 然後怎麼會有這個獎項 然後這獎項究竟在頒一些什麼東西 那這些評審在做些什麼 然後這些東西我覺得都會影響到 大家願意投稿的心態 你這段發言我想的也更像是 因為Youtube現在越來越像是一個職業了 對 因為在四五年前他不是職業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有一個很有公信力的獎項 來承認你們做得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當越來越職業化的時候 有像你們這樣的藝人 或是指標性的人得到那個獎 那其他人就會想要競爭這個獎 對產業是正面的嗎? 我覺得是正面的 尤其是我知道說大家拍影片 一定有不同目的取下 譬如說有些人想 可能成為藝人也好 可能有些人想商業 對商業一定也有很多人是商業的嘛 那我們最後拍拍拍影片 最後是為了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個獎 或許可以讓我們有一個 額外的目標 我們可以去爭取 可以去得到一些認同認可這種感覺 就除了犯商業化之外 對 就不管大家的目的是什麼也好 就希望說可以有一個 像是三件東西出來 然後讓大家可能 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那你該要等等 我覺得我想法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正式 欸我先問喔 你們兩個很常意見不合嗎? 不同啦 蠻長的吧 蠻長的 蠻長的 但是如果兩個意見都一樣的話 我覺得會蠻無聊的 就沒有火花 沒有火花就沒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那你來否定哥哥掩飾的言論 對我當然覺得指標性是好 但我身為一個 因為我是在我高中時期 大約已經十年前就使用YouTube 那時候是我們班上三十三個人 裡面只有我跟我的好閨蜜 兩個人在使用YouTube 你說在上面找MV之類的 我從超級無敵 我從超級無敵初期是 實況主們YouTube人是不露臉 戴著面具那時候就開始看YouTube 對然後呢我覺得那時候的YouTube 讓我覺得是很像是很親近 很朋友然後呢跟我們沒有什麼太多的不一樣 可是隨著這幾年開始往 就是大家可能越來越分眾 然後越來越多創作者 然後其實現在百萬訂閱好像也沒什麼了 也沒有啦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說 比起之前 對我是在講比起五六年前這件事情 然後加上大家我覺得越來越加的 有可能有副業有商業化 然後或者是說有一些其他的商業模式出來之後 我覺得彼此大家都疏遠了 對就是如果我身為一個觀眾的視角來講 我會覺得我很喜歡創作者們還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我跟他們的距離不遠 但是隨著時間之後我覺得越來越遠 所以如果能夠有左中獎 把這個東西大家都聚在一起 這個感覺會讓我身為一個觀眾的視角上面 我覺得很棒 我自己之前是觀眾 我很喜歡看什麼誰誰誰 跟我可能喜歡的兩大創作者 我可能認為他們兩個絕對不會合作的 那要合作了 這時候我身為觀眾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哇超棒 對 所以你認為這個獎是能夠增加創作者的親密程度 因為有可能 進而讓觀眾更喜歡這個整個產業 因為可能不得不說去年左中獎很多人還是一年一見吧 對吧 確實是 因為我覺得之前跟阿滴在聊 左中獎可能越來越正式之類的事情 或是擔心那一種可能還比較野性熱情的人 他們就會不願意參加 因為他會覺得太正式了 然後來大家都大大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問題 但他也覺得他同意這個方向 只是還不太知道要怎麼解決 可是這一次不太好消滅 也許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把大家再湊在一起一點點 或是你看小的衝都知道怎麼跟你們結束 他本身對你們會有隔閡 可是總共獎就是一個機會對吧 因為今年還有版德 對啊 這是一個可以互動的機會 你們願意跟不認識的人坐在一起嗎 其實我們蠻喜歡跟大家交流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除了長影片之外 我們還跨足到短影片的領域 然後像我們短影片其實都常常跟一些 可能新型的創作者合作 就是當初我們剛開始的時候阿滴也幫我們蠻多的 然後我們希望說 可能我們現在做了七年了 然後也希望可以自己能幫到一些 可能新開始的創作者這樣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今年的短片獎變多嘛 他變三種 其實我覺得他變三種的主要意義應該是來自 短片的市場越來越蓬勃 然後也不可能忽略這個創作 然後像黃氏兄弟是很早就來做這件事的人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看一個短影片好不好看 難道他點閱率很多就是一個很好的短影片 大家不會這樣子講嘛 平直跳求佛好了 我就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看的影片阿 我就願意 對 這個獎給他 確定不是人的關係嗎 人當然在九成 那你確實因為現在短影片真的是類型太 我覺得太多了太多元化了 然後像是平直跳的 他其實也不是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因為大家看著他跳 他就會跟著跳 對 如果我們站在評委角度啦 我們可能會希望說 即便你是翻拍翻完 你要需要自己的態度 我覺得你要翻拍出自己的味道 就還是你在表演 那就還是你在表演 對 因為其實現在你說 原創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去年有討論過嘛 什麼是原創 那是在短影片上面 對 甚至是評審 其實評審真的能找到 所謂的 原創是誰嗎 然後原創有來投稿嘛 那最後我們真的是只能在這些 投稿的影片當中 然後選出一個 你覺得是有自己的 自己的態度 有一個精神在 有自己的精神在 然後反正這個短影片 可能發揮得很好 因為短影片就是15到 甚至有些人是50幾秒 可是你如果連這15到50幾秒 你都沒辦法看完 我覺得就不能稱為是 有趣的短影片 沒錯 至少你要能看完 對啊 基本上如果評審今天 沒辦法把他看完的話 那我就想說 不管你是拍什麼曲風 或者是你是知識型的 你好像都沒辦法 去抓住人家的目光 那我再問你喔 那如果以你們是委員的角度 因為委員在 今年沒有啦 就是今年還是有 我們邱先生獨裁 然後決定好 可是像我們未來 今年啊 短影片獎已經有三個人 那應該也是你們同意的方向 因為短影片多一點點獎 也代表這個業界 越來越多人參與 可是有些獎項取消 像MV獎取消了 你們的 就我看那個他們的最熱門 前幾個都是MV啊 對 確實是 你們怎麼看這件事 因為我個人我先說 像去年我們在評審的時候 我是蠻反對有MV獎的 那我反對的原因其實蠻單純的就是 我們是要評一個音樂人做MV 還是評一個YouTuber做MV 這也是要怎麼評議 你是藝人還是YouTuber 對 我覺得因為我這個例子就是 你是一個藝人還是YouTuber 我們真的要這樣子去評這MV獎嗎 所以我那時候的心態叫做 先擱置 就是這個很難很難評 對我去年開一個無聊的玩笑說 如果不小心Blackpink 也有報這個獎 你能 你會投他嗎 會吧 還是不會 你要吧 因為你說你不得不投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其實在去年前年 其實我有討論到 我就覺得說 MV獎這件事情 是不是也有存在的必要 我們到底要評音樂 還是評內容 還是評它的有趣的程度 對 可是這個東西好像沒有一個指標性 那如果覺得沒有一個指標性的話 我覺得今年如果取消 或許是好的決定 像一開始我也有明確問瓜姬說 欸你找我們 爆的要幹嘛 對是希望我們幫上 我們再一次那個 我們兩百萬訂閱 我們有開一個直播 又邀請瓜姬來 就是他認為說 欸其實每年 都有爆紅的人物 這點我看法跟他一樣 每年都有爆紅的人物 那他覺得爆紅這件事情 反而是要讓他一直延續下去 你可以從一開始可能繼續延續到現在 延續到五六年以上 其實你就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創作者 對 因為我們可能第一屆 或第二屆大家會覺得 會有一些想說 就是上面不要看所舉辦的獎項 對 然後我其實今年那時候 我們上一次的 大家聚在一起啊 跟凱莉他們都聚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有講說 欸是不是因為覺得是 就是要涉足各種不同的觀眾主曲 才有辦法把走中獎 進入一個多元化公眾化這一塊 而不是說只單獨專注在某個地方 或是說某個主曲 因為現在的影片 就是大家的興趣取向是很明確的 對我可能喜歡這一類的人 我就完全不喜歡這一類 那如果說他是要往一個 可以公眾化的獎項發展的話 確實要有不一樣的 那一個領域的某個 算 代表人物 我剛剛在思考我要怎麼 代表人物 多元性 對所以如果這一些人的組成 他其實都代表各自的東西 對 那這樣子才有公信力嘛 因為我也很常在想公信力這件事 也許這是公信力的地方 那最後問你們一個問題喔 如果你們有幸繼續當委員下去 或是你們願意 你們最想改掉什麼 最想改掉什麼 對 走中獎怎麼做在 更符合你們心中想要的樣子 改掉什麼 或是改善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我也想過非常非常多 百萬訂閱或者訂閱這件事情 為什麼越來越不重要 然後我就想 我就在回想說 因為我覺得這跟走中獎有一點點 有些關聯性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大家就是說 我泛指說大家創作者 如果都不重視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真的就不值得被重視了 就像是我在看國外的那些創作者 其實他們對於訂閱可能還是有一些某些指標性 那我覺得蠻可惜的 就像是說 如果今天如果爆紅之後 然後你得到一些訂閱 可能你過了過了這個潮 難道你就沒有那個訂閱了嗎 然後就跟走中獎一樣 就是如果你得到這個獎項肯定 不要讓他就是你過了這個潮流 你好像就沒有了 你好像是不被重視了 但其實我覺得你的努力 不會被淡忘掉 所以你會害怕如果走中獎 其實變成一個潮流 大家來玩一下這一年過了 就結束了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對就是包含得到獎 如果我能改善的話說 看能不能就是盡量讓 越多人重視這件事情 因為連我們自己都要重視它 那這件事才會被真的重視到嗎 嗯嗯嗯嗯 喔OK我沒有聽過這個觀點 但這個觀點蠻好 因為我其實我有時候 也是一個輕蔑的那個心情 就是看到那個Youtube在拍片說 欸10萬訂閱為什麼好拍 嗯嗯嗯 就創作者們當然還是很開心嘛 可是觀眾也是有點麻痺啊 就是喔又有人100萬訂閱 對對對 可是那100萬跟你的100萬 其實就還是100萬的人按那個訂閱下去啊 是 他還是代表有100萬個支持 是是是 可是到現在真的會覺得還好 對 你就覺得嗯 就有點像是 欸我們如果自己都不重視 連覺得自己這件事都沒有那麼重要的話 其實大部分人也會覺得 連你的訂閱者 也會覺得好像沒那麼重要 可是我覺得這些都是你努力過得很急的 因為其實 你真的在這努力 這一年你所產出的東西 可是你明年 你可能 不一定有這些靈感 或者是你想休息了 那是不是就 你好像被淡忘掉 我覺得沒有欸 我覺得 除了訂閱之外 再給一個獎項 告訴你說其實 你是一個很棒的創作者 可以寫在維基百科裡面 你講很好欸 你講很好 你講很好 我沒有這樣想 我沒有這樣想 因為 從這個訪問的一開始 可能有些聽 有些觀眾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算是比較反這種獎項的人 結果我的態度也是如此 我覺得 欸為什麼 我就是一個自媒體 還需要 人家來肯定 我不是 我覺得我最酷就最酷嘛 但其實 是 我們心裡也知道 光是存著這個心情是走不了太遠 我可能可以一年這樣子嘛 兩年這樣子嘛 那我到第三年 我還是很酷 然後有流量 但我賺不太到錢 也沒有其他人肯定我 然後觀眾如果慢慢流失了 那我是不是什麼都沒有 你擔心就是這種情況發生 我自己覺得是很可惜的 因為甚至 就有點像是被 唾棄嗎 還是被遺忘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在三經 可能每次 某某人出現 他曾經得過一個金曲獎 一個金鐘獎 這樣子 對 然後或許未來 會不會我們變成是 即便你那一年休息 明年休息 會連未來真的都不出影片 可是你曾經就是得過一個 走鐘獎的肯定的一個創作者 這樣子 他講太好了 我都可以連起金曲課 他說 好好好 以後不是要我走鐘獎 哈哈哈哈 就會直接跟人家學一學 還是大家多認真再放這個 是嗎 我太認真了嗎 你講很好 你身心手慮 對因為我其實講認真的 我猜也蠻多觀眾 因為應該有些觀眾的心態跟我類似 就覺得這不就是一個好玩的東西嗎 這不應該是個震驚的東西吧 那我覺得你很好的詮釋 為什麼他應該要更嚴肅看待 對 你講了什麼 所以但我就是也在有點照 沒有真的 理性跟感性打架 因為我想說那是要好玩為主嗎 還是嚴肅為主 我當然也有自己想過 究竟是哪一個 因為大部分創作者就是 其實 我就創自媒體大部分都買 確實有一些些比較 我們自己也是就會有這種 就會有自己自我意思 一定會的 因為我們才是裁信媒體 一定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 跟大家聊到現在 就發現真的 每一個委員 在想這件事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人也覺得好玩最重要 就好玩先熱鬧起來再說 有人覺得 不用啊 就這樣淡淡的慢慢的 讓他越來越好就好了 有人像你一樣 就是我們應該要讓他更有公信力 但怎麼做 可能可以慢慢商討 你有什麼意見 你同一個歌的話嗎 我同意啊 我同意啊 同意啊 當然我就是從去年開始 覺得自己身為評審的時候 覺得有一種 又有榮葉的感覺 就是覺得有一種 原來我也是到了一個 可以去參與這種大事情的人了嗎 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可能我很早就 我20歲就踏入Youtube這個圈子 對 然後也做了6年 現在26歲 就覺得說 大家可能都把我當弟弟看 然後我可能就會 因為長期大家都把我當小朋友看 對 然後我覺得說 哇我能參加這個 我就覺得蠻開心 等一下你小我是2歲 我可能就會對於這種 覺得抱持這個 想說你怎麼皮膚那麼緊實 你還小我是2歲 能參與我就餘有榮焉 對 但我覺得這件事真的 跟年紀無關 而是說你長期累積下來的經驗 我覺得一定有你自己的看法 而且跟你的堅持跟努力 你才有辦法一直走到這裡 黃老闆 黃老闆真的長太好了 而且我真的不是在講 因為我常常就是直播說 我不是說什麼心靈雞湯 我在講的是人生經驗 就你剛才那一些論述是 這個講如果對創作者有意義的話 那整個業界本來就會更健康 而且會有更多人願意把 自媒體當成職業來做 這個對 未來的資源也都會有一些 比較好的投入之類的 好OK 10月14號走鐘獎直播見 走鐘獎直播見